華爾街日報 疫情捲土重來 美股油價其暴跌 新變異株Omicron迅速蔓延 重創美國的主要股市 連續三天下跌 連帶油價也大幅下跌 讓投資人紛紛撤離 高風險資產的投資 BBC 中國監管風暴 企業湧現裁員潮 受中國政府監管整頓行動影響 中國科技 媒體 房產等大型企業 繃緊神經 進行大規模的裁員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海膽批發價翻倍漲 創歷史新高 日本北海道東部地區 海膽的捕獲量銳減 導致其他產地的海膽價格飆漲 每公斤要價超過3萬日元 大約新台幣7300元 是往年價格的兩倍 創下了歷史的新高